俗不相识又无怨无仇 他为何遭次毒手 用铁锤铁锅兜了 兜了他都是腰还不稳 住嘴就像一样一息 噩梦连连 忠眼夫妇又为何双双遇害 手脚都被用一个绳子全部给绑住了 触目惊心的凶杀案背后 究竟埋藏着散烟的隐秘 我倒是觉得天都塌了一样 生死孽债 战毁路 正在播出 人生的灾火 孤星 人生死在乎 人生死在乡 这天下午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坐在儿子家的院子里 突然放声痛哭起来 此时 无论在场的人怎样劝美 老人始终止不住悲伤 怕生生呼唤着 自己去世的儿子和儿媳 那么老人的儿子儿媳 究竟遭遇了什么 就会惹得老人如此难过呢 事情还要从 一年前的那个午后说起 2016年1月26日 下午一点多钟 林璋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突然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 紧接着几辆警车 飞驰着奔向县城南面的一处农田 十几分钟后赶到现场的民警们 在这条静默的田间路上 惊讶地发现了血腥的一幕 经过警方调查 受害女子名叫孔红霞 林璋本地人 因为严重惺吓和失血过多 孔红霞已经气息微弱 民警们立即将她送往医院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力抢救 孔红霞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几乎是从睁开眼睛的 那一瞬间开始 提起死里逃生的那一幕 这个女人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恐惧 放生痛哭起来 那么孔红霞究竟得罪了什么人 竟会遭此厄运呢 赵彬彬十年三十二岁 林璋县黄开河村人 小区文化各铁户 据受害者孔红霞回忆 案发当天一早 她来到林璋县黄开河村的姐姐 孔昭霞家串亲 当时姐姐姐夫都不在家 随后邻居赵彬彬主动找上门来 要求开车带她外出寻找 那只在寻找的途中 看病你们去把她接回来 后来就没找着 她姐姐接不去失踪 跟赵彬彬是有一定的关系 赵彬彬是一个最大的知情者 也是最大的一个下人人 种种迹象让赵彬彬的涉案疑点急速上升 警方将赵彬彬确定为本案重点嫌疑人 秉立即对赵彬彬的家进行现场勘查 很快一个不祥的消息传来 这让身经百战的民警们顿时感到不安 我们技术民警在现场还是发现了 有大量血迹 他有那种喷嚏性血迹在那个墙上 那门框上 张彬彬夫妇真的遭遇不测了吗 嫌疑人赵彬彬又在哪里 经过大量筛查和技术分析 警方终于掌握了赵彬彬的行踪 经过严密布控和不断施压 终于在2016年1月26日傍晚6点多钟 在家人的陪同下 赵彬彬向林征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办案民警随即对赵彬彬进行审讯 而赵彬彬几乎为做任何抗拒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他供诉了这个 就是把那个孔鸿侠打伤 把那个张彬彬 孔朝侠打死了这个事实 张彬彬空朝侠 两人夫妻夫妻伤了吗 杀了之后 我都往那镜里边来 大家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的 张彬彬夫妇已经遇害 2016年1月26日晚上9点左右 顾不得夜色漆黑 民警们压戒着赵彬彬 立即赶赴临璋县黄开河村指认现场 2016年1月27日 也就是赵彬彬彬彬的第二天 早上6点多钟 警方开始尸体打捞工作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 从一口狭窄的深水井里面 民警们终于把张彬彬夫妇的尸体 和本案的关键物证 全部打捞上来 至此 这起两死一伤的凶杀案成功告破 你看这势也挺缠 就是手脚都被拥有那个绳子 全部给绑住了 口跟鼻子全部给交代给封住了 很正常 很气质 老闭友们庆语很久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大家对这个事都是很可恨 我当时突然感觉 眼睁着我就什么都看不到 我就觉得天都塌了一样 消息传来熟悉赵彬彬的人都难以置信 她怎么会干出这等令人发指的事情呢 在村里被调查了解之后 实际上他们也很疑 赵彬彬不认识了 表现还是中规中局了 张彬彬也讲 等我们连接的关系都挺好的 确实没有什么矛盾纠纷 这就是赵彬彬的家 出事之后作为本案的案发现场 已经被警方封锁 而仅仅一接之隔的这户院落 便是张彬彬的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赵彬彬对邻居张彬彬夫妇 和素不相识的孔红侠痛下杀手呢 家庭突遭变故 让她难以走出心中的阴摆 一次债务纠纷引发的口诀 竟招致杀身之祸 万劫深远 等待她的竟是法律怎样的严惩 生死虐债 忏悔录正在播出 夜幕深吹 自己的儿子儿媳竟被欺世荒野 每每想到这悲惨的一幕 张彬彬的老母亲便沉浸在深深的悲伤之中 那么赵彬彬为何会变得如此凶残呢 面对众人的震惊与猜测 铁窗之内的她又会说些什么呢 我觉得要是提前跟她说一下 肯定不会说到这场事 出现的这场事 提前跟她说一下 不同意的话 我肯定把本金的 到时候我会想给能定的本 别的本案 我都会把她奖给她 不会有 谈及这起命案的起因 赵彬彬会不当初 好像这一切都源于 她和张彬彬的一次债务纠纷 那么赵彬彬的这股邪火 究竟因何而起 罪恶的一幕幕 又是如何上演的呢 2016年1月25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 下午3点多钟 赵彬彬主动找到张彬彬家 商量归还欠款的事 此时张彬彬夫妇并不在家 赵彬彬和张彬彬的大女儿 简单交代了一下 就匆匆离开了 等他们回来了 让他们拿着票去我家 我说什么票 他说你爸妈知道 你不用知道 原来早在一年前 赵彬彬因为做生意 急需5万元周转资金 在一次闲谈中 赵彬彬向张彬彬说及此事 没成想对方竟一口答应 随后赵彬彬当场给张彬彬 写下了借款字句 约定一年期满后 额外支付给张彬彬 两分的利息 他当时说过一句话就是 你别用一年就用一年不用了 或者用一半不到一年就不用了 本期还能这样用 光环利息 那没钱那个 那要没钱都是可 我说的 2016年1月25日 当晚7点多钟 张彬彬独自来到赵彬彬的家 决定连本代息 全部拿回签款 去年我爸妈就一直商量着 看谁欠着钱 要回来给我弟弟盖个房子 这家这个房子 因为它有时候老是漏嘛 不是给你收好了 也想拿来利息 给你利息 不然我这钱明年 我还想再用一下 不同意赵彬彬这个还款计划 刚一见面的赵彬彬和张彬彬 很快产生了分歧 谈话也陷入了僵局 那他意思就说 没有你爸了 你还这么牛 你欠我钱 为什么不给我 不该给我 他说电视台酿酒啦 我把你挂你的小会儿啦 说把他也得 你去报家呀 你没有数着 你整个去你不化 此时张彬彬脱口而出的这句话 像是一剂可怕的催化剂 让余姬在赵彬彬心底的愤怒 急速上升 数据报庭的话 就是明白的 把你三个上官上杀人 你拿头忙也忙拿出 事实上 父亲的去世 母亲的改假 一直是赵彬彬 埋藏心底的隐痛 而近张彬印的话 无疑再次把赵彬彬的感情伤口 彻底撕裂开来 2013年10月的一天 赵彬彬的父亲因突发心梗 被进去送往医院 但中因抢救无效 最终撒手离去 而赵彬彬始终走不出 失去父亲的阴影 得到太突然了 实际上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 我父亲去世 不管是自己问题 只要不认识的人 不了解我家的情况 我都不会说我父亲去世 直到父亲去世一年之后 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 一直在外地打工的赵彬彬 回到林张老家 做起了汽车玻璃水加工生意 并于2015年1月25日 向张彬彬借下了5万元钱 原以为时间会慢慢冲淡 父亲离世 带给这个家庭的所有悲伤 然而 在2015年9月 一个周末的傍晚 赵彬彬的母亲 突然提出了改嫁的想法 这让赵彬彬的情绪 再次跌入谷底 这起码你们生过了 几十年 这一年时间又等不了 因为他找你父亲取去 是家里有三年 我们领导有个风险 三年这里 就是要还有个父亲八十 孩子人也不愿意 你说 你让我没了八十 你要不整 我说我家你心里不安 你都带着右脚 带着脚成这样 没了得得了 才觉得你心里够大了 你他在屁股皱了 算家里不慢 他病人肯定会指点 尽管万般不怨 但是仅仅几天之后 赵彬彬心灰意冷地发现 母亲已经是不辞而别 果不其然 母亲前脚一走 各种流言蜚语 便很快四散开来 我三年还不过来 你都走 都碰见你都拉了 都没有穿门 都也要没有穿门 这个时候你帮的 跟他的父母别走 你都不晓着 感情压力也大 后来我母亲不是又改嫁 咱就没人了 那段日子 父亲的去世 母亲的改嫁 给赵彬彬心理 造成了双重的情感刺激 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赵彬彬变得越发暴躁和孤僻 转眼时间到了2016年1月25日 也就是向张彬印所借的 5万元前到期的日子 谁能想到一次突发的意外情况 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就让他跟爹斯拉酿酒了 因为我爸可以在我们这里打 他是特别好的一个人 特别老实的一个人 从来不会骂人 不信骂他的话 现在实物对证 他说的话又有什么能信的呢 但是天亮 我就明白了欺负人了 张彬云说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死 几乎是一瞬间 赵彬彬积压在心头的压抑情绪 猛力地爆发出来 撕扯扭打中 赵彬彬随手抄起身边的一根木棍 向张彬印的头部砸去 直至看到躺在地上满身血污的张彬印 一动不动 这时候应该停止自己的心 嘴巴抢就让你透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接下来赵彬彬不仅没有停止犯罪 反而在罪恶的玄武里 越陷越深 随后赵彬彬拔掉张彬印的手机卡 晚上八点多钟 迟迟不见张彬印回家 妻子孔招侠有些焦急 便来到赵彬彬家寻找 她到家以后 看见赵彬彬正在对张彬印的手机进行捆绑 她很害怕 很吃惊 看到丈夫张彬印横卧在地上 不省人事的样子 打惊失色的孔招侠 跌跌撞撞跑出房门 此时赵彬彬钻戟木棍 紧追了出来 把这个孔招侠也打晕了 当时还没打死 打晕以后 他把这个尸体弄到他家东面那个屋 应该这样是一步坐着一步就放了 一只浓缩也敢 当晚十点多钟 在夜色的掩护下 赵彬彬开上自己的面包车 连夜将张彬印夫妇的尸体和作案工具 一起抛到了井里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几乎整个晚上 赵彬彬若无其事地给张盼盼 不断地发去微信信息 当时我跟他杀了个谎 我就说他去看病了 因为他经常有病 有时候用我的钱 晚饭上好白点好 12早点好12去 过来一会他又微信上跟我说 你妈在这难受得很 人家医生说让他在这住一晚上 我也信了 因为我妈之前 她的确是一直有病 三天两头的犯病 她是稳住这个张盼盼 怕她报警 看能不能给她钱 或者这么之类的话 看她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中午10分 张盼盼的姨妈恐红侠来到家里 得知了姐姐姐夫的去向 这让赵冰冰彻底慌了身 袮尔问我妈去哪了 我说我妈昨天晚上犯病了 被人送到医院去了 然后我母亲就说 我去找赵冰冰 那不行 咱们一会儿去找她吧 把她接回来吧 就这样当前中午 孔虹侠坐着赵冰冰的车 驶离了村子 而当车子行驶到 临桩县逢庄村附近 一处僻静的田地时 突然停了下来 最终侥幸逃出的恐龙侠被路人及时救起并报了警 眼看事情彻底败露 仓皇逃跑的途中 赵彬彬给家人打去电话 并最终投案自首 那么大行残忍之事的赵彬彬 又该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2016年11月10日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次案 法院认为被告人赵彬彬把张彬彬夫妇杀害 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对孔虹侠实施杀害行为 引系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得逞属杀人未遂 且犯罪手段残忍性质恶令 虽有自首情节 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已故意杀人罪 判处赵彬彬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悔恨已迟 年轻男子留下深重罪恶 我姐死得太厉害了 这个女生对不起 颠狂过后 泪水中不得挽回冰冷的现实 生死灭战 忏悔彬 正在不出 2016年2月22日 正值农历新年 本是何家团圆的时刻 张冰印的家人却已是生不如死 转瞬间天人勇格 在一片哀痛声中 家人为张冰印夫妇举行了葬礼 借给你钱有缘命打上了 因为我们自被杀 就从小就没妈了 这就是我大姐 我大姐这有啥事的东西 跟着我跟着我妈呀呢 照顾我 父母遇害之后 家里的经济顿时陷入困境 尽管有邻里乡亲的帮衬 但是安葬父母的所有开销 还是让张盼盼力不从心 有这个民政所嘛 民政所按照这个民政 申请救助这个程序 然后县里边打了报告 然后县里边那个 就是批下来就是三万块钱 就是说这个 相当于应急资金吧 最终在当地政府和社会 众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张盼盼为父母安排了后事 而没有了父母的日子里 相依为命的姐弟俩 今后的日子究竟该如何度过呢 突然没有他们两个了 我感觉天就塌了一样 我当时就想着 我跟他们一块儿去死算了 他们走了 我一个人怎么生活 后来 后来我看见我弟弟在我身边而哭 我认识了他怎么办的 就我这么一个亲人 案发后出了经济上的时长困顿 让姐弟俩更加难以承受的 是留在心里的阴影 和难以迷和的伤痛 我每天晚上都能 每天晚上我都能碰到 他们俩那个血淋淋的样子 站在我面前 直到走了以后 说了一句 一直说我们走了 然后我就约在梦里 我当时就抱着他 我说你们别走 回来 你们别走 回来 就在梦里哭着哭着 就醒了 出世的时候 张范范的弟弟年仅11岁 这个男孩仿佛一夜之间长大 平日里 他总是抢着帮助姐姐分担家务 只是原本活泼开朗的孩子 变得沉默寡言 这一年里 有很多人就是 都想过来 就是领养我弟弟嘛 想把我弟给领养着 我弟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弟说 你要是把我收给别人 我就死 他说你要是把我收给别人 我就死 我死也不要跟你分开 他说 他当时跟我说 他说 虽然 虽然咱们家穷点 但是跟你在一块 我觉得有亲情 虽然他们家好 他们家没有家的感觉 我们按照那个 孤儿的申请程序 用最快的速度吧 把它申报给民政局 民政局呢 也非常快的速度 给我们已经给张家杰 这个男孩 批拉这个孤儿 是每个月 是七百块钱 现在已经领到九月份 现在学校就是这个学校都知道我们家情况嘛 都是现在我弟从去从今年开始开学了以后 学校就说不给他收费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当地张村几乡乡乡政府和张盼盼弟弟所在的学校 已经把这一家人列入重点帮扶对象 临近年关为了给这对姐弟更多的关心和鼓励 在当地乡镇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带领下 我们再一次走进了这个不幸的家庭 这事已经发生意义了 这一年时间你爸妈也不在了 你是有什么家里有什么经济的来源 你应该是做那个手工活 我现在还做过去的 没有 我就是帮了前一段时间 帮人弄了一段时间 后来现在没有那个手工活了 走了一床儿 都知道都被挨卡了 但是那一阵发生了 只会在自己 他的生分在医活 他的生分自己怎么做 就是对以后的日子有点难打算 就是说 咱自己得过日子来说 比如说刚才播出的时候 比如说看一个网站的设计 如果需要那种网站 可以找个技术指导 就是经济的 看着有没有落魂 不合理啊 就是 这就是经我认识啊 人家伙伴的也伴不了 人家伙伴的还有老嘞 还有小嘞 孩子伴的伴也伴不成 也灭我来源 也灭我经济 他伴也伴 死我伴的孩子 怎么办呢 不然你这回 我自己还叫了什么 我老让他们做的 他在4000块钱 我觉得 今天他练成了 他需要做小伙伴 做弄风光 不是他 就是他在帮你点啊 想来这 你男人要用他了 他就可以放了 嗯 他出去吧 人家伙伴的 小人就是江哥凶人生死 这个什么事 这个你放进去吧 然后就去了 他说他能力 他就像东人手的 是像孙儿手的 可能你来回来 我吃混蛋 我才死去 因为我直到他上了 我还要兄弟 我全身吃得太厉害了 现在身体挥布的还还不错 你可非 要是头疼 头疼 也起不得着 案发之后 孔虹侠流失了严重的后遗症 提及当年的残忍的一幕 孔虹侠的丈夫 情绪激动起来 要不然我住了五岁 没有到 你也要出了身的 不能家人家 家 不是太阳一天 头疼 这就是说老师 你看到死后一口 是怎么滚动的 人家有多了 只要回来 人家都没有精神的 小人是我踏的 你踏到那儿 一闭上眼就像 就像一大声的情人 我不敢想过 会住了那样的事 没有一天不回来 特别住 但出了这种事 高强电网中 赵彬彬的这番话 究竟是出于真心 还是迫于对法律打击的恐惧呢 也或许兼而有之 但这一切都太迟了 因为无法理性应对冲突 她的残暴给张彬印一家带去的伤痛 便是再多的悔恨也难以弥合 我只能说张彬印的老母亲 只能跟你说上大雨对不起了 她和她三个孩子 给你们说上对不起 希望自得你们的原谅 如果有困难的话 可以跟我姐说 然后姐尽量半年 我会跟我姐说一下 或者有机会的话 我肯定给我姐说一下 如果你们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跟她说 跟我姐说 如果能爸让你让她去的房子 跟你们从来对不起了 只要他们能把我爸妈 能把他们两个给我变回来 还我一个家 还我弟弟一个家就行 那我就原谅他 如果他做不到这点 无论他怎么调解 给再多的钱我都不会要 不会要不会了解 我连他们两个最后一面 我都没有见到 连一个遗言 他们交代都没有 他这样做确实有点 无论怎么道歉 都不会接受的 从这个事出了以后 他们家没有来过一个人 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哪怕来这儿 出一个刹那费也行啊 没有 这无不干净 我这打脸下 我现在也打人家不觉着 打得很得不狠 能不能知道 我觉得不敢家 赵彬彬投案之后 她的老母亲终日惶恐不安 始终不敢面对受害人一家 而她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 也也住回了娘家 亲人们承受了多大的舆论压力 赵彬彬彬不难想象 2016年12月9日 此时距离案发过去了将近一年 警方对赵彬彬的住宅解除了封锁 这是出事之后玻璃碎的吗 那是出事之后玻璃碎的 你这个医生长了 受害这一方啥砸的 嗯 死了全部死了 全部死了 被男人的活儿那个盖着 害的病啊 脚的病一管 注意到这里的身体 没在那里没在家 没在家 家也够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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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也够住 家也够住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母亲和姐姐总希望 能多为赵彬彬做点什么 以减少她的恐惧和担忧 2016年12月10日 在当地司法所和派出所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赵彬彬的母亲和大姐 终于鼓起勇气 第一次来到张彬彬的家 一见面触境深情的两家人 都忍不住难过起来 你哭啊 哭别了你 你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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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啊 我哭啊 你哭啊 你哭啊 老人声泪俱下的哭诉 让在场的人都很难过 生怕老人情绪再次激动 大家赶忙把老人搀扶进屋 大家赶忙把老人搀扶进屋 老人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 赵彬彬的母亲和大姐 重新坐到院子里 两家人终于有了一次 难得的沟通机会 就在这时 张彬彬的家人 向对方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家孙女都 就是贾面的 让彬彬的 彬彬的彬彬的 就不生意闹着的 你怕 撞到 我跟坚决进去 那是问题 这害得下 人家进一段生活问题 你跟我有个梦 终于是做了生理 怎么样 看这个 你我一个在坚决上 也不懂 他说必须不过 来 你不知道做了生理 接回来我跟你说做了生理 做不成 我接回来明白是 我知道成为 你接回来也知道了 知道了咱这回都要散了老师 不要觉得说你不知道 你那家人就跟我说散了 他不跟你散了 他继续跟你散了也不会散了老师 但他不跟你散了 我也不会管的旧人 找别人一人反忧的出 我真恨得约人 那旧人我约人都不管 我这回都想不出外国 这回都想不出外国 这回都想解决好 我不能说他逗得太厉害 这回都骂 解决这种千万还不能摇回来 我刚第一回中都过生活了 我所谓 我只要我管知道 知道这是啥人家 我想害我的我都骑 我也困 我也看这人家 这人家一个人 想什么说我来说 我也不知道 我还不要 近一个下午 对于案发中提到的那五万元千块 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我们林昌县公安局担负着守一方热土 保一方平安的神圣职责 我们不仅要严厉打击犯罪 更重要的要在防范犯罪 防控犯罪上 化解纠纷矛盾上 做更大的努力 用我们的严打严管严防 来维护林昌的社会稳定 人性的批判